你们几个一说吧 就感觉这个洋葱 反正过去还算个稀罕物 是吧 反正我就始终认为就是配菜 排鱼肉 那是你没经历过一年到头 吃煲米面就是萝卜白菜 对 是吧 今天你能吃原葱 你还觉得这不是好东西 而且就刚才 铁风老师说那个溜肉段 我们那时候就是下饭店 也不见得哪个饭店 就天天都有 对 是吧 现在还都没人吃 我听你这话都狂 你太不讲话 就知道吃溜肉段 我跟你说就现在我吃溜肉段 我都不 原葱吃尽了 把肉段剩下都可能 但是你让我 把肉段吃剩原葱 我打死我也不敢 是吧 你得值得好歹 我记得我第一次吃 还是跟别人就下饭馆时候吃到 第一次下饭馆了 那时候你多的 二十好几的 二十好几第一次吃肉段 二十好几了 我是1990年第一次下饭店 我当时吃的是锅肉 我那时候吃的好像就是溜肉段 是不是这样 但是里边确实是有原葱 但是那次我溜肉段没剩 锅肉段一减盘的时候 一说这挺好 这盘子都不用刷了 你这也没有那么悬 但确实是这样 就是振华 咱们这些人当中 振华老师 振华大哥 是真真正正过过苦 我那赶了个尾巴 你们是真没过过 我对洋葱 充满了感情和好印象 因为第一我从事这个职业 追求健康 梁葱是一个能给我们带来健康的职务 就是一个 另外它能够增进人的感情 我跟你说个事 有故事 讲故事 这个事是我们家梁口的事 这事也能说 这能事 梁口的事有什么 不能分什么事呗 男家你弟妹是作家 您知道 大作家 感情特别细腻 形势非常果敢 梁口的过日 难免就吵的时候 我也记不住 因为啥事吵了 反正是吵架嘛 跟打架是一样的 对吧 这架我打输了 那是 是我 一般都是这样 炒归炒 输归输 日子还得过呀 是 对不对 你肚子照样还得饿呀 饿你不得做饭吗 对呀 你家都炒输了 饭你更得做了 那当然 对不对 哪有说炒剩了的人 去委屈给你做饭去 那不可能 输的人去做饭去 那就去做饭 家里没啥吃的 但是现在很多家庭里 都会背几个洋葱 因为能放 能放 它不容易坏 对 我们家里当时也有这个情况 边疆里有洋葱 有鸡蛋 经验 洋葱炒鸡蛋 对吧 把皮 切 切洋葱这个东西 你切得快 它辣得也快 你动作快 它扑得也快 是的 我这手上就沾点了 对 这干活 天热 输了汗 我就骂嘴一下 这下 本来就熏就落墙忍着 这还进眼睛里了 什么结果 流泪呗 这就下来了 哎呀 泪流满面 正好我媳妇出来了 正好 一眼看着我赶这边 哭呢 说过了 你还怎么还哭了 安慰我 对吧 它马上就 我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 马上我就 行事力转 就照在里面上 因为通过这个铁方老师 你们明白一个哲理 就是夫妻生活 就像薄洋葱 总有一片会让你流泪 太高了 是吧 真是有经历 是吧 那时候你说的是切洋葱的眼泪 对 实际这个薄洋葱的时候 有时候那眼泪流得更厉害 对对对